大家好,我是圆圆,欢迎收看健康心经 肤色暗沉,皮肤粗糙,爱长斑,是困扰很多女性的问题 而这多与三种原因有关,希望你一个也不占 一,环境问题,如果身处在过冷或者过热的环境中 那么不仅会导致皮肤的代谢异常 而且也非常容易导致皮肤因为外界影响出现色斑 同时干燥的秋冬季节也是对皮肤的大考验 这个时节不仅空气干燥 而且人还会长时间待在空调或者有暖气的室内 导致皮肤水分流失更加严重 影响皮肤代谢,导致色素堆积,引起暗沉或色斑的问题 二,不注重防晒 过度的日晒对于皮肤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经常在户外工作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 避免紫外线过度刺激皮肤,加重黑色素的生成 从而形成色斑和肤色变身的问题 三,年龄的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自身的修复能力会开始下降 这也是无法避免的 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善自身生活,做些习惯,延缓衰老的速度 平时要注意少熬夜,少生气,保持适当的运动,促进体内代谢 减少色斑和肤色暗黄的问题 一提到皮肤美白,很多人认为多喝牛奶能够美白 但事实上,牛奶中含有的维生素E浓度并不高 但是牛奶中的确含有丰富的氨基酸 常喝牛奶能够给皮肤提供更多的营养物质 帮助皮肤加快修复,能够一定程度上滋润皮肤 但想要靠喝牛奶美白还是比较困难的 若想要改善肤质,美白肌肤,内在调理也非常重要 内脏协调了,气血充足了,皮肤自然也会变得细腻有光泽 所以中医推荐将红枣、桂圆、玫瑰花、干姜、菊花等食材 按照科学的配比制成茶饮 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获取同款茶包 开水冲泡,每天喝上一至两杯 既能补气养血,还能加快体内代谢 促进体内垃圾毒素的排出 从而有助于减少色弯的形成 这些食材中,红枣被称为天然的维生素丸 而且红枣对于缓解气血不足 补血滋液具有很好的效果 会使皮肤变得红润有光泽 可以改善面色发黄的现象 玫瑰花则具有疏干解育 活血化鱼、美白淡斑的作用 好了,本期的养生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多点赞、多转发、多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